哈喽 大家好 毕业快乐 很高兴有机会参与大家的研究生学习 并在这样的一次特殊的毕业典礼上 分享大家的喜悦 当然也很遗憾 没办法和大家在校园见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今年上万年学院的课程都是在线上完成的 我的两门课 Q3的高法检 Q4的民法医也不例外 我想大家虽然在校园经历了很多 但还没有经历过这个 所以我就简单做了几张PPT 也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2020届的毕业生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要祝贺你们 祝贺你们经历了苦乐相伴的几年时光 完成了全部的积极构成要件 并完美避开了每一个消极要件 实现了毕业这一重大的法律效果 也要祝贺你们的家人 这一成就是在他们的支持 帮助和关注下去得的 他们理应分享此刻的欢欣 这无疑是不平凡的一年 今年发生的种种事情 深刻揭示了 我们是生活在怎样一个互相联系 又彼此隔阂 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历史的进程扑朔迷离 人生的经验微不足道 那在这个特殊的毕业典礼上 我能分享一点什么呢 你们学的是法学 毕业于所致力于追求最好的专业法律教育的法学院 多数人会继续从事法律职业 那就谈一点关于专业 关于profession的事吧 或者说是一个追问 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上 我们如何做一个专业人士 这当然不仅是对大家的追问 而首先是一个自我追问 不仅是在此刻的追问 更是面向未来的追问 在学科的性质和功用上 法学或许与医学最为接近 在疫情汹涌的上半年 我们确实在很多医务工作者身上 感受到了专业的意义和力量 我最近的杂乱思考 也主要是受几位医务工作者 尤其是张文宏医生和陶勇医生的启发 我想不妨就将这些思考与启发 连带他们本来就有的粗糙与先弱 信心与友谊 坚定与迷惘 一起赋予大家 那么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做一个professional意味着什么呢 张文宏医生的祖宏 似乎是因为他个性化的表达 但在我看来 更重要的原因是 在这个特殊时点上 他近乎理想地履行了 一个专业人士的职责 满足了公众的合理期待 他能够把那些原本疑难复杂的专业问题 用一种适于大众理解的方式 或是准确地表达出来 这体现的不仅是个性和沟通技巧 更是精湛的专业能力 以及对在此种特殊情境下 如何与其专业联系公众 服务公众的透彻理解 我得到的第一点启发就是 专业是那些把我们与其他人 区分开来的特殊东西 同时也是一种 把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 特殊方式 专业首先当然是一种区分 它意味着一类特殊的知识 技艺来自伦理 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训练 形成极高的准入门槛 专业人士正是以其经过 专门训练的知识和技能 服务于公众的福祉 没有区分 就没有合格的专业人士 而忽视的联系 则可能催生傲慢 乃至比专业异化成所谓 没有灵魂的专家 张文宏医生走红之后 也未能幸免于蜚语流言 其中有些是关于他的收入情况 这因为关心似乎也很自然 但我们真诚地关心 某个专业领域的发展时 当然也会关注该领域专业人士 比方医生 护士 法官 教师 公务员等等 关心他们的收入情况 如果收入太低 我们可能会很义愤 难怪人才流失 如果收入太高 人们也可能会有些怀疑 是否取之有道 从个人生活的角度 大家都在滚滚红尘之中 难免被名利所累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 让专业人士获得 包括适当的经济机力 在内的良好工作条件 对整个社会 可能是更有利的 不过每次看到 这些讨论和争议 我总觉得似乎 在其中缺失了一些什么 似乎是少了一些 更本来 更内在的视角 百胜集团 无疑是一家成功的餐饮企业 可是我们会说 肯德基是一家好的餐厅吗 一个销量最好的作家 一定是一个好的作家吗 一部票房最高的电影 一定是一部好电影吗 一个赚钱最多的医生 一定是一个好医生吗 一个创收最高的认识事务所 一定是一家好的认识事务所 你可能会反驳说 市场经济之下 大家都有选择 如果不好 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它们呢 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 市场确实是一种重要的标准 而且比起其他很多标准来说 更少自意 更多客观 但是市场的标准 仍然是一种外在的标准 是一种间接的评价 是一种截然的推断 而内在的尺度 则是更直接的尺度 它并非是从某些外在标准来看待 而是从内在标准去衡量 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就不得不接着追问到底什么是真理的好 很奇怪 我们好像已经丧失了 依照事物的内在尺度 来评价事物的能力 我得到的第二点启发就是 专专业有其内在的尺度 比如知识是否可靠 记忆是否纯属 伦理是否遵守 以及最重要的 目的是否实现 而并非完全依靠外在的标准来评价 内在的尺度未必是单一的 但始终是内在的 符合食物的性质与目的 你喜欢吃甜 我喜欢吃辣 但我们评价食物的共同内在标准是好吃 而支架店很贵 则是外在的 对于医生来说 医生们常常觉得内在的尺度是治病 更高的标准或许是治病人 与此无关的则是外在的 那么法律专业的内在尺度是什么呢 服务客户 解决纠纷 或者说实践正义 这个问题或许不容易回答 但正因如此才需要回答 请大家不用误会 我并不是认为外在标准完全不重要 或者不是人间烟火的主张 只需要内在尺度 而是说我们至少不能忘记 专业有一个内在尺度 这样的忘记 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背叛 如果我们只有外在的标准 没有内在的尺度 真正的专业精神就会被压抑 如果我们只有外在的激励 没有内在的激情 个体的创造力也会枯竭 难免总觉得生活在别处 哲人有言 参与多态 乃是幸福本源 缺少内在尺度的世界 未免太整齐华裔了 可是理解了专业的意义 理解了内在的尺度 并且身体力行 就能保证一个专业人士的成功 乃至幸福吗 很可惜并不能 否则 陶勇一生就不可能经受这样的磨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 去实践我们职业的理想 我得到的第三点启发就是 我们是在一个真实的环境 和真实的约束下 去工作 去追求 去创造 以及去忍耐 去承受 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 我们难免挫折彷徨 棱角的命运似乎总是被磨平 曾经的书生义气 挥施方求 一不留神 已经变得遥远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 因为没有草原 就忘了你是马 甚至是千里马 除了困难和挑战 还有零零总总的诱惑 或许更难抗拒 这里相关的不是专业的共性 而是我们生活的 具体时空的个性 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 命运的不确定性 但这就是我们 所必须面对的真实世界 如果陶永医生的故事 只是另一起商医事件的话 或许留下的只是愤怒和无奈 幸而不是 我读了陶永医生后来写的一些文字 以及接受的几次采访 深受感动 他学医的初衷 简单 美好 但并不特别 正如我们大部分人 学法的初衷 简单 美好 但并不特别 他有非常优秀的职业履历 他在过往的经历中 展现了他的温和 善良 清醒 和豁达 这些都很难得 但并不让我感到意外 另外由衷感到钦佩的是 他的初衷 他的优秀 他的温和 善良 清醒 和豁达 都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陶医生说 因为看过太多悲惨的命运 所以更能承受打击 经此劫难 他对医生这个职业 对医学 都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 作为个体的人 与他的专业训练和职业 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得到的第四点启发就是 当我们更好地理解了 专业的区分与联系 理解了专业的内在尺度 并在这一内在的尺度上 与他人和自我对话 理解了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 并在这一真实的世界里 去追求我们的理想 专业的训练和实践 就可能产生一种滋养 它不能在物质世界的层面 保证我们免受各种苦难 和不幸的侵扰 但至少可以在精神层面 给我们一种绵长的力量 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 优暗岁月 帮助我们抵抗 帮助我们成长 这种滋养和力量 当然也可能从其他地方 比如家庭中获得 但这种从自身从事的 长期从事的专业工作中 获得的滋养和力量 仍然是重要的 它能让我们成为 更自立的个体 我们既然将人生中 如此多的时间 投入到了专业和职业里 当然有理由从中 期待更多 获得更多 这些就是我近来 关于专业的 一些不太专业的思考 与大家共勉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 即使庆祝一个结束 也是期待一个开始 对于那些结束的 你们将来会怀念它 对于那些即将开始的 我不知道你们此刻 更多的是忐忑 还是激动 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不是祝福你们 旗开得胜 或者一帆风顺 而是祝福你们 终能有一个 自己定义的 好的职业与人生 你们将会经历更多 欢迎有空回到学校 分享你的故事 讲到了哪 谢谢大家 毕业快乐 谢谢大家